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在3月28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 我是樊东宁 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天的讨论 接下来我们先把镜头转向在台北的主持人 叶博弈 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 以及海峡联合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那么在台湾呢 前法务部长王清风女士 因为他的这个支持废除死刑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呢 和这个台湾的大多数的民意相左而离开了他的岗位 不过呢 王清风女士这样的一个理念呢 也在台湾内部掀起了很大的讨论 那么究竟台湾是否到了应该要思考废除死刑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还是目前仍然不宜废除 目前在台湾内部仍然是激起了相当多的讨论 那么今天就要跟华府的嘉宾以及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来讨论这个话题 东宁 好的 谢谢博弈的介绍 那么今天除了探讨死刑的存废在台湾所引发的争议之外呢 我们邀请到人权问题专家为大家介绍一下在中国执行死刑的一些特有的情形 并从理性和宏观的角度为听众观众朋友们分析 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在死刑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 看看其他国家的经验是否可以能够为台湾找出一个可行的折中方案 与配套的措施 那我们首先就先请博弈介绍今天在台北演播室参加我们节目的来宾 博弈 那么在台北呢今天很荣幸为大家请到的是 台湾的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的执行长林峰正林律师到节目当中 那么林律师是台湾相当知名的这个维护人权的这个人权的律师 那么对于这一次的这个废除死刑这样的理念呢 林律师也有非常多的这样的见解 我们非常的高兴能够请到林峰正律师到节目当中和华府的嘉宾 以及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进行对谈 林律师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观众大家晚安 那么继续我们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 欢迎林峰正林律师 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 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总部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 劳改基金会执行主任吴宏达先生 吴宏达先生不但长期关注中国的死刑问题 他也是一位知名的人权活动人士 欢迎您吴宏达先生 在节目进行当中呢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 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度电话 参加我们的节目 直接向两位来宾提问题 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 下面就是您参与今天节目讨论的具体方式 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电话方式 在台湾地区的听众观众 请您先拨 00801 102 880 然后再拨 866 837 5159 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 请先拨打 10 8888 再拨打 866 837 5161 此外也提醒您 不论是在台湾还是在中国大陆 您都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点击主页右下方的现场视频 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听众观众也可以利用电子邮件 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us 新闻 at gmail.com 您现在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和观点 寄到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 us 新闻 at gmail.com 我们稍后会在节目的现场 请两位来宾回答您的问题 好了 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了 当然稍后也会请教我们现场的 吴宏达先生 不过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 在台北的林峰镇先生 因为这事情日前发生在台湾 就是刚刚也提到台湾的前法务部长王清风 因为他支持废除死刑 这样的一个正义而下台了 我想请您先很简要的介绍一下 究竟王清风部长他的理念是什么 还有目前究竟在台湾 大部分的民意究竟是支持 还是反对废除死刑的呢 林律师 我必须先说一下台湾现在民意的状况 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你单纯问台湾的民众说 你知不支持废除死刑 那据我的了解 我们的民调的反应 其实高低相差不会很多 大概在七成多到八成多的民众 他会支持死刑继续存在 但是中央研究院 我说的是台湾的中央研究院 他曾经在两年前他做过一个调查 也就是如果我们跟民众说 当我们把死刑变成一个终身监禁的替代方式 那你赞不赞成废除死刑 这个时候赞成废除死刑的人 大概就会到一半一半 就是反对跟赞成一半一半 所以你要说民意的状况 大概就是我们的解读是认为说 如果你提供配套的措施跟死刑相关的资讯的时候 他的这个所谓反对或赞成 恐怕一定要接近平等 但是如果直接问说 是不是赞成废除死刑 坦白说大概有八成左右 甚至有时候会更高一点 来支持死刑继续存在 那么王清风部长 他做的事情并不是 在台湾并不是他第一个人这样做 台湾第一个拒绝签署执行令的人 是我们现在的马英九总统 他在1995年的时候 为了所谓的苏建合等三个死刑犯 那么因为大众认为说 这个案子里面有误判的状况 那当时已经三审判决 有罪确定 也就是要执行枪决 这个时候案件送到 当时担任保护部长的马英九 的桌上的时候 他迟疑了 然后他就没有签署这个执行令 一直到2000年的时候 这个苏建合才有可能 因为再审的关系 他重新回到法院 可是在1995年到2000年 这五年的时间 其实有四位法务部长 都没有签署这个执行令 所以王清风部长 并不是第一个拒绝 签署死刑令的法务部长 那么这个台湾废止死刑的政策 在2000年 陈水扁前总统上任的时候 他第一个提出来 他是正面的提出来说 废除死刑 是台湾应该在未来规划的 一个政策的方向 我们要逐步走向 废止死刑的道路 那么另外 他的法务部长 也就是当时的陈定然 陈部长 也因为总统说了这个话 那么他对外也说 三年要废止死刑 但是大家知道 三年要废止死刑 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 他当然没有达成 不过 他在他的任内 他也确实去检讨了 台湾跟死刑相关的法规 把本来唯一死刑的规定 改成相对死刑 换句话说 就是台湾的一些法律规定 以前规定说 如果你有某一个行为 你就是唯一只能判死刑 法官连裁量的空间没有 法官认定你有那个事实 就是必须判死刑 那么为了要减少 这个死刑的发生呢 所以我们已经把台湾所有的 唯一死刑的规定 现在都改成相对死刑 也就是说 如果发生了某某行为 那么我们现在 法律的规定可能是死刑 无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让法官有一个 根据案件不同的 发生的原因 跟犯罪的方式 那么有一个选择的可能性 这是台湾目前死刑的状况 好的 非常感谢台湾的林峰镇律师 介绍了一下台湾 在有关于存废死刑上面 所有一些争议 和一些发展的情况 那我想请在华盛顿现场的 吴宏达先生 来谈一下您个人 对于王清风部长 因为这个争议 而下台您的一个个人的看法 还有我知道 目前很多国际方面的人权组织 也都针对这个事情做出了回应 包括大社国际在内 也谈谈看他们 尤其是你在华盛顿 听到他们对于台湾 这样一个情况 他们所抱持的立场和意见 又是如何呢 吴宏达先生 我想我的经历 跟林峰镇先生 跟其他一些人 都不太一样 因为林峰镇先生也好 或者是其他台湾民众也好 大部分都是受害人 比如说白冰冰 他的女儿给杀了 那自然而然产生一种 就是说杀人赏命 一种报复心态 或者是怎么样 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因为我在大陆给判武器徒刑 被关过19年 那1979年才放出来 那1995年 中共又判我 又关我 又关我15年 但是我已经美国公民 所以关了两个月 就给我放出来 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死刑问题 因为我看到过很多死刑 在中国大陆 一直到1980年 我出来以前 我都看到 一次墙壁45个人 我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我就觉得 为什么要杀这些人 是什么事啊 我看了 我看了 是什么事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